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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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知道在古代神话里形容人的超能力 有千里眼顺风耳 在我们的挑战不可能舞台上千里眼我们见识过了 但是顺风耳我们一直在寻找 究竟有没有这种听力的极致挑战项目呢 今天还真的被我们找到了这样一个挑战者 我们先来通过一段视频认识他一下 大家好 我是陆伦一 今天我们挑战不可能慕名而来 挑选下一位挑战选手 在我即将抵达的地方 已经有一群非常有能力的参赛者在等着我 他们是一群天生对声音敏感 对声音的捕捉和记忆都异于常人的能力者 那么最终谁将脱颖而出呢 我们将通过一个比赛来完成选拔 您好 张伯爷 早就有所耳闻 咱们吴京警官学院是卧虎藏龙 那么今天的测试您将派谁参加 十位入围者正在等待着今天你们栏目组的测试 那么今天谁将获得我们最终的终极挑战资格 就要看谁能在这十位当中脱颖而出 现在他们准备好了没有 准备好了 正位同志 测试前准备就绪 请主持 教官 王毅刚 按计划组织实施 走 那接下来的测试我们将在王教官的带领下来进行 而测试的内容就在我手中的这张光盘里 行 今天的测试是为了考验话务员对声音的微变能力 参与测试的话务员将同时听到同一段复杂的声音信号 之后再根据听到的内容回答问题 全部答对即为挑战成功 统统们 我们已经按照测试要求准备好了测试环境 测试马上开始 大家好 听风者这个名字大家都听过没有 听风者 没错 听风者说的就是在战争中那些最默默无闻 却有最不可或缺的隐秘战争英雄 就是我们的电台 易电源 今天你们所有人都将华山城影声作品中的听风战士 最终的胜利者属于破译了所有谜题的人 报告 测试开始 请大家戴上面前的耳机 报告 请讲 是 请问考官同志 我们可以知道我们需要完成什么任务吗 不能 我只能说 你们能做的只有戴上自己的耳机 仔细倾听 是 请坐下 测试准备开始 戴上耳机 接下来 我们的测试 开始 报告 官兵集结完毕 请指示 演习开始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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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凯 封凯两长 封凯一层二位头队 三一一一六号队 一击一击 报告 二十名匹技行动 小货极致二十个法 报告 三个号队 上 上 停止射击 停止射击 录音播放完毕 请摘下耳机 这段录音 大家都已经听完整了 那么接下来 你们将接收到 关于刚才这段音频的 一道问题 问题是 在刚才的这段录音当中 有几个人说话 我听 请把你们的答案 写在你们面前 各自的答题卡上 几个 孙杨你听到几个 李博士能听到有几个 六个 六个 我有机枪 我有 只问您人的声音 懂听呢 四五个 四五个 听起来的不太清楚 难度特别大 好 大家是否都缩达完毕 请亮出你们的答案 那么第一题 刚才录音当中 有几个人说话 正确答案是 五人 答对的继续留在这儿 答错的 请你们离开 在第一道问题之后 我们看到 已经有四位选手离开 现场我们还剩下六人 请你们六位做好准备 接下来你们要面对的是 第二道题 还有 在刚才的这段录音当中 二十名匪徒的坐标位置 有提到这事吗 所以他们要把所有的对话 听清楚 内容还得听清楚 请坐打 这套题还是非常难 刚开始觉得 有点摸不着头脑 很多的声音混杂在一起 这个音频 就听得不是特别清楚 捕捉这个信息 需要一点时间 请亮出你们的答案 有人写了一个位置 有人写了两个 我们的目标地是两个 分别是 三一一六高地 以及四零九八高地 有没有人答对 报告 报告 有两位参赛选手答对了 其他人都是写的一个答案 但是也写错了 那经过第二轮 我们又要离开四位选手 谢谢你们的参与 现在在我们的比赛现场 我们教室里只剩下 两名选手 两名选手 你们将面对 我们这次选拔最后一道题 在这道题之前 我想请二位 再听一段目标音 请戴好耳机 刚剑有为 自强不息 挑战不可能 请听题 刚刚听到的这段 参考音当中的 这位男性声音 就是目标人物 这位目标人物 在之前五十秒的 这段音频当中 他说了些什么 请作答 刚剑有为 自强不息 挑战不可能 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 没听出里边的内容 给了我们一个目标声音 必须把目标声音的 它的特点听清楚 刚剑有为 自强不息 挑战不可能 对于我而言 确实听不出 请亮出你们的答案 迅速庆典战场 迅速庆典战场 你的这个答案滑掉了 我可以理解成你是放弃了吗 对 在最后的问题当中 两位选手有一位选择了放弃 他最终是回答正确 还是说也回答错误 我们来看 正确答案是 迅速庆典战场 一个字都不差 一个字都不差 完美 不可思议你是怎么做到的 大家都在给你鼓掌 太棒了 太棒了 再次恭喜你 这张挑战不可能的邀请卡 就属于你了 小大 你看到了没有 他就是我们今天的授出者 他将带着大家的祝福 回到演播室 来面对终极挑战 掌声有请挑战者出场 大家好 我是来自武艺警官学院的一名军队 文职人员 我叫林文芝 文是新闻的文 芝是知道的芝 有一个成语叫做文医知识 就是听到一件事情就能知道十件事情 对 你这个名字是从小就是这个名字吗 还是学了这个专业以后改的 不是 不是 从小 对 我很好奇 你刚才说自己是文职干部是吗 是 那你主要的工作是什么呢 其中一项最重要的是要训练我们的化物女兵 因为化物女兵她们最重要的是 她们的耳工是她们的基本的一个能力 那她们必须是听亲领导上下达的一个任务 然后把这个任务传达给其他人 这个需要特殊训练吗 其实在现实的一些实战 以及是在训练模拟的过程中 并不可能在一个很安静的环境下 它可能会有人声 脚步声 甚至外边还会有一些呼号的声音 然后其实最大的应该是 我们用对讲机对话的时候 会有一些对讲机的电流的干扰 特别是如果同时好几个人 说对讲机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屏蔽掉这些 我们不需要的声音 找到我们要的那个信息 所以你也是因为这个工作 所以有了特别强的听力 对 所以现在我们几个人说完话之后 我们的声音会牢牢地印在你脑海里 就如果现在你不 如果我伪装声音呢 我可以变一个声音 其实声音在我的脑海里 它应该是一幅画的 而不是只是声音传到耳朵里 然后这个声音你就会听上去感觉是有颜色 然后有温度的 比如说萨老师的声音 怎么样 让我想起了 很温暖吧 土拨鼠 你别说好形象 就是老师的声音是有一个弹性度特别大 而且高频比较多一些 对对对 然后就特别像土拨鼠 而且一会上一会下 而且一会上一会下 刚才看到的那个预选拔当中 我们已经见识到了他们挑战的难度 那么今天我们在现场设置的难度 只会比刚才的更难 接下来我们有请林文芝到等待区进行准备 我先给大家说一下 待会林文芝要面对的这个挑战的规则 评委首先从100首古诗中抽选20首 随机分发给20位特殊的挑战助理 然后再从20人中随机挑选一人作为目标人物 目标人物现场演唱一段30秒的歌曲 随后20位挑战助理同时循环朗读 自己拿到的鼓诗一分钟 挑战者准确选出目标人物朗读的鼓诗 即为挑战成功 挑战者只有一次挑战机会 我觉得是不可思议的 因为有的人说话和唱歌的声音 是完全不一样的 他哪怕他把它置身在一幅画里 但是你在画里走走走有20个人的声音 走走走可能就忘记了 给大家介绍一下 他们是一群很可爱的合唱团的男生 来自北京市东城区板场小学合唱团 欢迎你们 为什么选择一个合唱团 声音 对 合唱团是要求声音要极致统一 我们将让现场的观众感受一下 孩子们的声音的这种默契配合的程度 我们先找十个吧 听听他们同时朗诵的声音 十一号到二十号 三 二 一 能听出吗 其中哪怕一首吗 李博士听出其中的一首吗 听不清楚 扎声太多了 全都在一块 听不出 就完全就是和声嘛 这个难度还是非常大的 请到了二十位的合唱团成员来 他们其实人体都非常相仿 很多男孩子正好处在一个发语区 然后他的这个变声期声音 应该说都是差不多的 所以这个难度就一下又大大增加了 我们的挑战者既不知道这二十首诗是什么 也不知道稍后的目标人物是几号 他只能完全凭借声音 接下来在正式挑战之前 三位评委商量一下 任选其中一个号码作为目标人物 接下来有请挑战助理为我们的挑战者摘下他的耳机 目标人物 他将有三十秒的时间来演唱童谣 请你记住他的声音 请开始 第一个印象是他确实是处在一个变声期的小孩 声音特别特别的哑 其实我没有找到一个可以捕捉到他声音的一个点 最后他唱两句的时候我听到了他在沙哑里边有一个特别亮的声音 变声期的这个孩子的声音是不稳定的 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为了挑战的严谨性 避免我们的挑战者 待会儿在挑战的时候看到任何一位挑战助理的口型 我们接下来要用屏风遮挡住二十位合唱团成员 能不能给他换个位置 可以 您上您 通常我们闭着眼睛听声音 他来的方向我也许可以辨别 那个孩子因为他唱歌 所以他虽然眼睛看不见挑战者 他耳朵可以听见 他可以听到声音是哪个方向 所以我给他换个位置 就给他这个可能性去掉 果然是与犯罪斗智斗勇一辈子的人 杜绝任何可能出现的情况 接下来我们有请挑战助理 为挑战者可以摘一下眼罩 进入挑战区就位 二十位挑战助理来自同一个合唱团 又处于变声期 加上唱歌的声音和朗读的声音差异 已经让挑战非常困难 而增加的屏风又隔绝了势力的判断 加上李博士又调换了目标人物的位置 杜绝了挑战者从声音方位上判断的可能 进一步加大了挑战难度 面对重重的阻碍 挑战者能否从二十人的朗读中 找出目标人物所朗读的股市呢 我宣布 挑战 开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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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的声音非常像是 北京人在说话就是京腔的感觉 有一些人的声音其实是相同的 我从来也没有试过说 二十个小孩的声音 确实我也是一片混乱的 谢谢我们二十个孩子 谢谢你们 这一分钟其实对我来说 不单单只是一分钟的时间 它可能是一个小时特别长 那个声音吵杂在一起 有一种终于结束的感觉 现在你们感受到孙悟空的痛苦了吧 所以你有答案了吗 你在画里走走走有二十个人的声音 走走走可能就忘记了 扎声太高了 全都在一块 有的人说话和唱歌的声音是完全不一样的 春天在哪里呀 春天在哪里呀 春天在那青褪的山林里 有 接下来请移步到我们的答题区 这里有刚才评委选出的二十首诗 请你选择出那个唱歌的男孩念的那首诗 有二十个人的声音 走走走可能就忘记了 扎声太高了 全都在一块 有的人说话和唱歌的声音是完全不一样的 春天在哪里呀 春天在哪里 春天在那青褪的山林里 不但能够分别声音 而且对诗歌一定有所了解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十四号 好的 我们掌声有请十四号小朋友到唱中间 对于我们来讲 我们现在并不知道挑战者选的是哪一首诗 但是他心里是知道的 所以接下来 我要让十四号小朋友先念一下 你手中的这首古诗 看一看我们的挑战者 他的内心是否能够确认答案 陆寨王为空山不见人 但闻人鱼响 反景入森林 覆照青台上 好 那么到底我们的挑战者选择的是不是这首陆寨呢 我们请挑战助理为我们揭开选手刚才写下的答案 选手选择的这首古诗是 有二十个人声音走走走可能就忘记了 扎声太多了 全都在一块 有的人说话和唱歌的声音是完全不一样的 春天在那清脆的山林里 陆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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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陆寨 陆寨 再次掌声祝贺我们的选手挑战成功 真厉害 谢谢挑战助理 谢谢十四号小朋友 谢谢你 把掌声送给我们身后的二十位孩子 谢谢 也再次祝贺我们的挑战者林文芝 果然这个名字太厉害了 那么你在这个分辨的这个过程中 你是用什么去给他归类 今天是二十个小朋友同时说话 就可能不像之前刚说的 每一个人是一幅画 我把二十个小朋友都放到了一幅画里边 有的人可能是北京的老爷们儿 滴溜着鸟笼 然后拿着烟斗在走路 然后有的就其实只是一只鸟了 然后还有的小朋友 其实那就是小朋友 可能在真的说妈妈给我买一个冰糖葫芦 就这样的一个一个的 有物有人的形象 然后我自己就走入了这个老北京的街头 然后排除掉我觉得不是的声音 继续往前走 找到了目标人物的形象 假如是手机你能不能分别出哪个人 还没有试过 这个你应该试试 在公安业务上面很重要 常常要鉴定这个人 到底是哪个人的声音 打过来的 所以这个将来 你应该也训练一些公安人员 半别声音 对将来破坏也是非常重要的 明白 文芝所体现出来的能力 是超出想象的 我觉得很不可思议的一项挑战 可能就像你的名字 这个文生之人 也许冥冥当中就注定了 你有某些使命和能力 所以对于今天 你能否进入我们的荣誉殿堂 我们各位的决定是 请林文芝进入我们今天的荣誉殿堂 她是一个非常关注 非常有天才的女孩子 希望她以后也继续利用她这个才能 可以用在保护国家安全上面 海天好友一招定先 本节目由加一点 就好鲜好鲜的海天好友 独家冠名获出 本节目由海尔智慧家庭赞助播出 海尔智慧家庭挑战不可能 加的新可能 本节目由吉利汽车 博瑞博越特别支持 大美中国车为中国加油 电视行业是一个非常辛苦的行业 你别说别的 就每天起来这个黑眼圈啊 这个问题就很困扰主持人 当然我还好 因为我本身就长得黑 所以黑眼圈看不太出来 今天挑战不可能做到了第四季 我们有一支外景地的团队 日日夜夜奔忙在 可以说是世界各地 人人都有黑眼圈 我们今天就借这个机会 向这样一个特殊的团队 表示我们的致敬 小三你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陆文一 大伙看到了啊 现在拍摄现场 我们是属于失控状态 我已经被11只黑眼圈给围攻了 跟大家介绍一下 现在我来到的地方的是 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 神树平基地 在我身旁一共有11只 在2018年出生的 现在6到7个月大的熊猫宝宝 我特别想给大家伙都介绍 这11只熊猫 它们的名字和它们的来历 但是实力不允许啊 因为它们长得实在是太像了 不过可以跟大家透露的是 现在在我身旁的这两只 是其中的一对双胞胎 和和和美美 这11只里面呢 还有一只双胞胎 叫做水秀大宝和二宝 另外呢 我还可以确定 一只就是在树畅上的这只 它叫做琳琅 它的妈妈呢 是出生于美国 圣利亚哥动物园的大熊猫 可以算是海贵 所以说人家非常的高冷 那么现在大伙看到的这 在我身旁的这11只熊猫宝宝 就是我们今天挑战的 特殊挑战助理 那接下来它们要 为马上要进行的正式挑战 做准备了 小三 咱们待会再见 谢谢 谢谢陆雷一 熊猫是全世界 唯一不担心黑眼圈的一群动物 而且它们如果没有了黑眼圈 反而糟糕 好看 对 如果熊猫没有黑眼圈 会是什么样的 我们给大家科普一下 来 看一下 这是谁 这是故意的 太坏了 这个 这个很有意思的就是 它颠覆我们对于 平时我们见惯了的 一个形象的认识 因为熊猫的黑眼圈 就是深深地印在人们心中的一个标志 它的这种特征 以及它的独特的这种演化和进化的这种历史 其实是给人类留下了一个 关于自然界的非常宝贵的一个财富 今天我们要在现场 做一个非常特别的挑战 这个挑战和熊猫的眼睛有关系 而且这个挑战设计的也是别有趣味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 先请出我们的挑战者出场 你好 你好 欢迎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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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两位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 我叫周世董 今年十一岁 来自广东东莞 大家好 我叫廖可如 今年八岁 来自湖南长沙 欢迎两位 欢迎 今天两位来 知道是要完成一个什么样的挑战吧 我们挑战的是记忆熊猫眼 两位小挑战者 要在规定的时间内 通过视频画面 对十一只幼年熊猫 进行眼部的观察记忆 记忆完毕之后 评委从十一只熊猫 二十二只眼睛当中 找出三个左眼 三个右眼 然后把这个图片截取出来 并且我们还要对左右眼 分别进行叠加合成 挑战者需要准确地辨认出 合成图里的熊猫眼 分别来自哪几只熊猫 准确分辨出五张 就算挑战成功 三位 我想问一下两位小朋友 你们进行过这方面的 记忆训练吗 他训练过 或者训练过 技术字机辅科之类的 他是世界第三名 什么比赛当中 拿到了世界第三名 在第27届世界脑力紧描赛上 我获得了儿童组总分第三 那是什么时候举办的比赛 两个月以前 两个月前 哇 新鲜出炉的 但是可如还没有参加过比赛 对吧 没有参加过什么比赛 但没关系 今天挑战不可能 也将是你俩人生的一个巅峰 接下来 你们将对熊猫进行两个阶段的观察 第一个阶段 是每只熊猫单独观察时间 我们给你们每只熊猫一分钟 第二个阶段 为所有熊猫的集体观察时间 我们把11只熊猫全部放在一块儿 你们可以有五分钟的观察 由于我们的拍摄 都是在不影响熊猫宝宝的 正常的作息的情况下进行的 所以接下来大家要看到的这段视频 真的是我们外景节目组 耗费了很多天 才拍摄到的一些珍贵的片段 接下来有请两位挑战者上挑战位 请两位挑战者转身面对大屏幕 我宣布 我们的观察记忆现在开始 一号熊猫 猩猩仔 猩猩仔 二号熊猫 浩月 不是怎么都一样吗 感觉 不是那样子给我们一张图片 系他眼睛 而是他会动来动去 而且时间很短暂 我们必须要非常非常地仔细观察 才能把那个熊猫的眼睛 或者细节记下来 三号熊猫 汪家仔 增加了不确定性 万一他一直躲镜头的话呢 观察时间可能就会不断缩短 活泼好动的熊猫宝宝 在行动的过程中 时常会把自己的眼睛遮拦起来 这使得挑战者 无法一直观察记忆 大大缩短了有效的观察时间 无形中增加了难度 他们能在有限的时间内 记住11只熊猫宝宝的眼睛特征吗 四号 全部东西 都是肯定心已经出现了 请大多多种 优优独的眼睛 大多种 优优独的眼睛 做不完 他们饿了 他们说 是什么 那边 我们想大多种 在大多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观察时间到 谢谢 累吧 有点累 哇 你知道我刚才看了这么多熊猫之后 我什么感觉吗 我觉得它们是十一胞胎 没有任何区别 熊猫的眼睛都是一样 没有太多的规律化 所以它记忆的时候比较复杂 接下来我们要有请两位挑战者 坐上你们的挑战仪 有请现场挑战助理 为他们戴上耳机和眼罩 接下来请三位评委到台上出题区 为两位挑战者出题 我就建议 不能找特征太明显 当然 对 每只熊猫不一定说非要两个眼 您都选 你可以单独只选它的左眼或者右眼 所以你们最多可以选六只 不是这个难度太大了吗 难度确实很大 对啊 你们可以选六只熊猫 要选一个这个眼角 方的 方形 我知道 这十一个熊猫里边 我们选了它很相近的 增加了很多的难度 三位评委将首先从十一只熊猫中 选出六只作为挑战目标 再从中分别截取三只左眼 和三只右眼的图片 通过技术处理 左右眼分别合成一对新的熊猫眼 并再次合成到一张新的熊猫脸上 制作成一张完全不存在的 熊猫宝宝的照片 挑战者需要对这张照片进行分辨 并找出左右眼 分别来自哪些熊猫宝宝 经过多重技术处理设置的难关 两位小朋友能挑战成功吗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确认一下 合成过的这个图片 那熊猫的妈妈可能都认不出来了 对 开始我们还以为这个合成好像是他还会有点棱角 这完全是非常整形 对 感觉很紧张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挑战助理 为我们的两位小挑战者摘下耳机眼罩 有请他们上挑战位 刚才在挑战规则当中 还有一条我们没有说 难度不仅于此 我们稍后放在大屏幕上的照片 将以闪烁的方式出现 闪烁的方式出现 再次给他们增加观察的难度 接下来两位挑战者有十分钟的时间 你们观察完了以后 就要把答案准确地放在你们认为正确的位置上 你们确认完答案之后 立刻按下身边的这个计时器 你们的时间就固定在那一点 我们最后要看如果大家都一样 就看谁用的时间短 谁就是获胜者 两位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 两位挑战者请转身 我宣布挑战开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所以闪了一下我们就不能准确地知道 那个方位是哪一个给我们增加了很大的难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位用了1分27秒 一位用了1分28秒就差一秒 但是我们的前提是首先看准确率 如果错的比别人多 那速度快可能也没办法 但是如果两个人正确率一样 速度就是关键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验证环节 首先有请两位助理上台进行验证 同时请两位挑战者到我身边来 给他们留了十分钟 结果没想到 两个孩子用了1分半不到 就几乎同时完成了挑战 所以看来我们对于他们的能力还是低估了 其实可如他已经完成了 他在整理那些卡片 其实刚才我看到试董也已经完成了 但是他一直还在认真的仔细地在核对一遍 看看是不是他印象中这几只熊猫的眼睛 所以我相信他们对于自己的答案都是比较有把握的 那么我们刚才挑战者观察的这张熊猫脸合成照片中的右眼 分别来自于哪三只熊猫呢 我们首先来看一看 右眼目标一 目标二和目标三 现在图片都已经为你们分解出来了 看完之后 我发现我身边的可如用力地点了点头 三只右眼 你觉得都没问题吗 有一个有问题 那你刚才那点头点的 他心态好好 他还乐呵呵的 有一个觉得可能有点问题 但没关系 因为现在还没出现他们的名字 所以究竟三只右眼分别来自于哪三只熊猫 我们首先验证右眼目标一是谁 请看他的名字 汪家仔 我们来首先验证一下 廖可如小朋友的答案 这三个眼睛合成一只眼睛 这个合成非常整齐 熊猫的妈妈可能都认不出来了 你不觉得难度太大了吗 再次增加观察的难度 照片将以闪烁的方式出现 很难 汪家仔 哇 廖可如准确地找到了其中一个 对手还是很强的 我们再来看看周世东 在他的右眼当中 有没有汪家仔的一票呢 有 两位挑战者都找到了一个正确的目标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右眼目标二 他的名字是 五号 申兵仔 我们来看看 可如的答案当中 有没有五号申兵仔 又对一个 来看看周世东的答案中 有没有五号申兵仔 好的 两个人又拿下一局非常关键 接下来就看第三只右眼 到底是来自哪只熊猫 来 请看 右眼目标三 他的名字是 九号 水秀大载 请验证 可如 有的 有的 三只全部找对了 好 好 来看看周世东 你的三只右眼当中有没有水秀大载 请验证 碰 正确 正确 哇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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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验证 来 请看左眼目标一 他的主人是 六号 六号合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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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各种样子 他们年纪小 记忆的时候 当然更困难了 没问题 六号合合 好 再来看 左眼目标二 来 请看 他的主人是 水秀二载 来看看 两个挑战者的 左眼答案中 有没有水秀二载 好的 没问题 他们俩该不会最后 真的要拼时间吧 是的 你这么有信心 最后一个一定能对吗 对 谁 你告诉我 谁 是 十一号熊猫 玲朗 非常遗憾 廖可如小朋友 在我的记忆中 三位评委 并没有选择玲朗的眼 不信你头儿看 来 既然他这么有信心 就让事实来说话吧 请看 左眼目标三 主人是 玲朗 玲朗 来 大家不用验证了 他自己已经说了 关键就看 周世东 有没有选择 十一号熊猫宝宝 玲朗 请看 廖可如找出了 六只眼睛对应的熊猫 挑战成功 如果周世东 也能够找到 最后一只熊猫宝宝 那么 在正确率一样的情况下 时间上 比廖可如 领先一秒钟的周世东 将会赢得 本次挑战 究竟 谁会是 最终的获胜者呢 你不觉得难度太大了吗 玲朗 有没有选择 他终于在最后 抖了一下 你翻出玲朗刺激 高兴了吧 高兴了吧 正确率 百分之百 今天呢 虽然是一个挑战项目 两位作为挑战者 都已经挑战成功 但是周世东 在速度上 占据了一点优势 比你快了一秒钟 是吧 所以掌声送给我们 今天挑战的 优胜者 周世东 祝贺你 我很开心的是 挑战者 非常享受 这个挑战过程 我们也 送给两个孩子 以及所有的观众 一份特别的礼物 就是我们再一次 连线一下 前方的 这个熊猫基地 来看看此刻 这十一只可爱的熊猫 有什么想对你们说的 好不好 来 看看他们那边 小璐 小璐你好 小三好 学生们好 你们好 大家好 我们太羡慕你们了 我也羡慕我自己 我不想走了 给我们介绍一下 你们那边 好 现在站在我身旁的 就是我们熊猫幼儿园的 动管部的部长 李凤 大家好 我是这十一只 熊猫宝宝的奶妈 刚才我们的小朋友 居然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只是变成眼睛 而且是合成过的眼睛 进行辨别 我觉得你们真的是太棒了 厉害厉害 确实厉害 大概快二十年前 我受养了 一只熊猫 应该还是比较小的时候 小的时候 坐在我身上 好可爱 我还怀念它 您后来再见到过它吗 我还回去看过它 熊猫 有八百万年的历史了 全世界野生大熊猫的数量 一度到了秘诀的边缘了 这些年来 无数的动物保护者 一直在努力 挽救这个冰龟的国宝 在2016年 它终于脱离了冰龟动物名单 所以我觉得 它们的贡献 对人类的贡献 太大了 一个有着八百多万年历史的物种 一直能够生存 延续到今天 是多么的珍贵 我们的确应该给大熊猫 提供最好的一个环境 而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 中国现在在环境保护方面 这个领域 也可以说在一次又一次的挑战 不可能 我们不仅成功保护了大熊猫 包括像珠环种群 时而复得 包括像藏羚羊种群 我们也再一次看到了它们 对 环境就像我们所说的 用之不绝 失之难补 所以真的是要向我们这些 保护大熊猫的工作者 表达我们的谢意 你们也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告诉世界 中国人也热爱自己的家园 中国人也在呵护着 我们共同的家园地球 我们为这个世界带来的 不仅仅是今天的发展 更有未来的生机 谢谢你们 谢谢 一直以来 我们熊猫人都秉承着我们的忠诚之心 关爱之心 还有我们的那个进取和敬畏之心的私心加风 就是数十年如一日地坚守在咱们的岗位上 我觉得每天跟这样一群小毛球生活在一起 确实在外人看来是羡慕的 但是这些熊猫的养育员 这些熊猫的守护者 他们付出的艰辛是在尽头背后 也更值得我们为他们鼓掌 谢谢你们 谢谢 辛苦了 再见 谢谢 再见 谢谢 再见 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非常极致细微的挑战 但是我想大家我们更多看到的是 一个非常有爱的一堂课 能发现熊猫这么细微这么细微的差别 其实已经是非常非常了不起了 因为让你们超强的记忆力和智慧的头脑 更大的功劳应该是在于我们前方的 每天心情培养我们大熊猫的工作人员 因为没有他们可能就 我们大家无法看到这么聪明伶俐 都很可爱的大熊猫 我觉得就请两位小朋友 代表所有关爱保护大熊猫的人们 走入我们今天的荣誉殿堂 谢谢品味老师 谢谢品味老师 挑战成就未来 本节目由为祖国下一代喝上好奶粉的 君乐宝奶粉特别呈现 本节目由海尔智慧家庭赞助部署 海尔智慧家庭挑战不可能加的新可能 怕油怕糖怕汁请喝迪博尔 本节目由特别支持茶饮迪博尔赞助部署 在今天科技高度发达的时代里 各个国家也都在比拼着各自的工业生产的精密度 但是再精密的竖控仪器 追到根上最终很多的精密设备 精密仪器的部件仍然还是要靠人的双手 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这样一双了不起的手 掌声有请挑战者出场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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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叫叶辉 来自中国航天科工二院 我是一名技师 中国航天科工二院是中国的导弹工业的摇篮吧 对 我们航天二院是主要负责 中国的导弹的制造与研发 我好多重点型号都是由我们二院生产的 那您具体是负责什么工作呢 我是技量室的一名研磨师 我主要是负责我们的长度量矩基准的研磨 您能不能比较形象地告诉我们您的工作内容 今天我也带来了一些我修复的产品 好 我们看看您做的东西 我们大概可能能够认识到研磨师工作内容是什么 简定证书 证多面冷体 是吧 对 这是我修复的一个冷体 是由我师傅那一代研磨师制造的 然后一次意外的事故把它损坏了 1999年12月就封存起来了 去年我们打扫库房以后我发现它 已经悬着小了没法再给美容再看了 然后我们组就把它给修复了 这可以看一下给大家 你看 72面冷体 这是干什么用的呀 这个东西 但比如说身体发射的时候都有一个角度 那你怎么知道这个角度是正确的 就用它去测量 所以这个现在精度您修复完以后 可以达到一秒一里 三千六百分之一度 是一度的三千六百分之一 对 太厉害 太厉害 叶老师 现在最先进的竖控机床的精度达到多少 然后您的手工精度可以达到多少 可以跟我们做个对比吗 最精密的能到0.1个米 也就是100纳米 那你的手工呢 能量我的这个尺子还没有 请大家记住 这是出自咱们中国工匠的一句话 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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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因为已经修复完了 对 但是我们仍然无法感知 您怎么研磨东西 有这个 带来一个互动闹剧 两个砝码 这是两个标准的研磨剑 研磨剑 对 您看您能试试 再不介入联合 联合进行化 您给它联合在一起 联合在一起 这又不是吸铁石 我怎么联合在一块 它靠磨之后 是不是可以联合在一起 我给您试一下 上面可能有点东西 尘埃它就能 就能破坏它那个精密度 哇 用很大的劲儿 一点一点把它给 给转进去的感觉 这是把空气给它挤出去 所以基本上你要让它这两个面之间 达到一个近似真空的状态 所以它研磨的场所 也要是完全无尘的环境 像我们这种环境 对于他们来讲 灰尘各方面这个漂浮物 空气中的 不然因为咱们现在没有东西 我就先大概 好 可以 您可以试 六位 哇 这个研磨呀 里面应该是有很多您的经验 要用到里面 对 比如说您通过转 您应该知道大概哪个部位 可能里面会有杂质啊 或者是什么 对 一推上手就能感觉出来 您手感都有 就能感觉出来 那您今天这挑战项目是什么呢 我挑战的项目 比这个大的一个标准平板 进行沿合 沿合一起咱挑战一下 它的极限拉力到底是多少 好 接下来我们首先 先上道具 为了这个挑战 我们挑战不可能 节目组也是做了精心准备 我们特意把叶辉师傅 在航天二院平时工作的工作室 做了一个模型 放到了现场 这个里面要求恒温 所以我们专门在这里面 放了一台海尔空调 保持它里面的温度恒定 而且控制它里面灰尘的数量 因为两块这样的铸铁 可能叶辉师傅一个人 是没有办法完成所有的工具 所以我们还要请出 叶辉师傅的一位助手 掌声有请 潘刚 潘师傅 潘师傅 您好 欢迎来到挑战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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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为老师们好 我来自中国航天 科工二院 六优厂洗粮室 我的名字叫潘刚 欢迎您 潘师傅 接下来 我给各位宣读一下 我们的挑战规则 挑战者通过研磨 要把两个铸铁平台 研磨到极致的平整 在没有其他辅助的 黏合的情况下 将两个铸铁平台 紧紧贴在一起 形成一个组合体 这个组合体 将能够承受 至少500公斤的拉力 而且要坚持5秒钟 不被拉开 才算挑战成功 这个要求还是挺严苛的 而这完全是靠人的手工 完全靠人 研磨出来的 手工 研磨进去 它的一种力 合力 对 所以它几乎那个表面的 那个起伏程度就 在100纳米以下 相当于咱们一根头发丝的 七百分之一 我个人认为 它就叫没有 对 那几乎就可以忽略了 对 接下来真功夫要出现了 那么两位师傅 有信心完成今天的挑战吗 有 没问题 加油 加油 有请我们两位师傅 进入挑战位 挑战开始 加油 两位师傅 我们俩最简单来说 打太极 推手 互相推手 他使劲 我往后撤 我使劲 他在往后撤 让表面达到极致的平 表面没有起伏 压在一起 把一线空气都排出去 两个配合 相反的方向 十两块铁板 磨成像镜子那么平 这太伟大了 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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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看的时候转 其实在给平板加压 让它研合性更好 拉力更大 因为我们在我们的单位 是无尘的 而咱们现场汇车很大 有一个陈阿姨在里边 没清干净 没有淹没 打磨干净 那他在里边 挑战一定会失败 来来来来 你 我 不是 看条 我们 你 Canvas 你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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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挑战者能挑战成功吗 验证开始 他们已经开始下降了 再下降一点叉车 对 让观众能看得更清楚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四 三 二 挑战成功 好 我看您刚才稍微还是有点紧张 很紧张 在最后插车降下来那一下 我看您有一个庆祝的动作 就在您心目当中 五百公斤对于您的这个组合体来讲 是极限拉力吗 我干这么多年研磨 其实还真不知道 这个两个研磨解的拉力有多少 超过了五百公斤 目前安然无恙 您对您的组合体有信心吗 有 我们如果再往上加两个 加两个人 再加两个人 升级一下 咱们看看到底它的极限在哪里 好 六十七 五十二公斤 五十二加六十七 差不多一百二十公斤 两位来 走上高台 好 我们六百二十公斤左右的拉力 我们来看一下 叶师傅做出来的这个组合体能否承受 五 四 三 二 一 开始 发车已经离开了 好 好 好 四毫不动 组合体扛住了620公斤 升级挑战成功 仍然对您的组合体 造成不了太大的危险 再加两个人 再加两个人 要不我们就一次加三个折了 好不好 没有任何粘合剂 通过研磨 粘合在一起的铸铁块 成功地承受住了 502公斤和620公斤的 拉力考验 第三轮 再加上三个人的体重 总重量 已经达到了830公斤 铸铁块 还能承受第三轮的 拉力考验吗 三位请 准备上台 您心里有把握吗 加到830 但我觉得上面做满应该没有问题 你有科学依据吗 我觉得没有问题 如果这三位仍然压不垮 我直接就让孙杨上 好不好 你该不会是压垮落头的最后一根刀子 我们上面的观众准备好了吗 好 五 四 三 二 一 开始 准备 四 三 一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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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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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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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